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频道 我是方川 咱们今天必须得说说 全网最火的三只松鼠和咪咪眼 咪咪眼不好 这个事情全网都知道了 但是为什么不好 咱们今天得给大家好好理一理 它里边一步一步一步 思维逻辑和思维轨迹 这样一个是让大家理解更清楚 另一个你去怼别人的时候 你也能一二三四说的头头是道 给对方怼的是哑口无烟 同时因为这个事情 它引申出来一个我 新提出来一个 至少我认为的一个概念 就是中国正在真实地 经历一个全面的人种退化 就是说中华民族 正在因为这些种种原因 经历一个人种退化 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得拿出来 单独说一说 所以这是今天咱们要聊的 一个主要内容 那您天网上说到之后 如果认同我的观点和看法 欢迎您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好 怎么回事呢 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有的观众 你们可能不知道 咱们三言两语 概括一下 我也不用拿这个iPad了 咱们直接说就行 就是中国有一个 特别著名的一个零食品牌 做零食的 叫三只松鼠 你听这名字 哪怕你没吃过这牌子零食 你就感觉那三只松鼠 动啊动啊动啊 是很活泼 很有活力 很优秀的一个企业 至少在你的印象和感觉里边 是这样的 但是它惹惑了 就是中国现在有人翻出了 它以前的请模特拍的照片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请这么一个女孩 一个模特 人家拍这么一组照片 完了以后就说 三只松鼠 你辱华 为什么呢 因为你给请这模特 人家长得不好看 瞇瞇眼 瞇瞇眼你就辱华 刻意羞辱中国人的这个形象 瞇瞇眼什么什么什么 嘴巴怎么样 所以就把这个三只松鼠 整个从头到尾批到底 以前呢 中国出现这种脑残的 这种言论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企业出来辩驳 我没有 不是 现在发现了 跟这帮脑残说不清楚 别浪费口舌 三只松鼠非常清楚 我道歉 我错了 我错了 赶紧赶紧怎么删怎么样 但这个事情看起来 是这帮网络的红卫兵 好像他们赢了 可实际上呢 可实际上 他在全世界丢了大人 那咱们来详细的一步 这个介绍就介绍到这里 咱们来详细的一步一步 给大家解说这个问题 那么目前我手里 直接到的消息来看的话 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 这个模特自己也站出来说话了 说你们这么来说的话 我难道长眯眯眼 我就不配当中国人了吗 我就不配爱国了吗 而且你们这样网络上的言论 会影响我的工作 人家经纪公司就不再敢请我这样 难道我的饭碗也要被剥夺吗 所以这件事情 目前进展到这一步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理清一个思路 眯眯眼和辱华 这两个风马 你跟我们不相及 正常人脑子正常都不会得出的结论 在中国这些五毛和粉色幼虫的眼中 是怎么连到一块呢 这一点必须要清楚 首先第一点 咱们客观的说 抱歉我可能会得罪这位女模特 但是你说这女孩好看吗 那抱歉不好看 有什么说什么 就是不好看 对不对 你把她和高远远 对吧 你把她和佟丽亚 你把她和中国这些美女明星比起来 那就是不好看 这有什么说什么 但问题是 这长相是爹妈给的 长相是天生的 它除了你自己去做手术以外 是天生的 每个人生出来不一样 难道长得不好看 我们就不应该活了吗 对不对 我长得不好看 我也羡慕很多中国男明星 长得真叹娘的帅 那怎么着 那我们都不配活着 是吗 所以说这个长相本身来说 和这个五毛粉色幼虫 他们这个逻辑 就产生了一个冲突 也就是说 什么意思 就是在这些五毛的 这些眼睛里面 脑子里面 形成一个固定印象 或者说是权威印象 必须浓眉大眼的 才是好的 这种所有长得不是浓眉的 都不只是眯眉眼了 所有长得不是浓眉大眼的 都是坏的 所有长得不是浓眉大眼的 都是坏人 所以这就一下让我想起以前 那个就是抗日游一队 那个李向阳 你发现那会儿中国拍的 这个电影 七八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 所有都是好 你都不用动脑子 你知道吗 你不用动脑子 你只要看着电影 这人帅不帅 帅 好 好人 必须得是 那个日本人什么的 都给弄成那种猪头小队长 是不是 弄得外观的早上 好人长得多帅 坏人长得多错 那个当年 那种智商 现在中国正在踩紧了油门 在一些人的推动下 在向着这个方向 这个智商水平 在飞速地迈进 你想想 真实世界能是这样吗 对不对 靠掌子 辨别中间 辨别好坏 做梦去吧 对吧 所以这帮五毛和粉丝又虫 他们的思维逻辑链条 第一步就是 首先第一点 眯眯眼不好看 他们首先认为这个不好看 第二点就是我们很多人都长这样 很多人长得还不如这眯眯眼的 长得更丑 三角眼 更丑 那是 我们更丑 既然更丑 就更由不得你说我们丑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就是你拍成模特 是吧 就做成广告 放出来 你就是在羞辱我 因为你把我的丑态 放到荧幕上 让全世界人都看到我们的丑态 那么你就是在羞辱我 一二三 他逻辑链条是这样的 尤其是第三步 就是中国人他会有一个 就是那种 怎么说呢 他自己 比如说外面偷了人了 外面这个头上变绿了 他总觉得 所有人看他的时候 小鸟都仿佛在说 哈哈哈哈 你今天真绿 他是这样一种感觉 那我们这从心理学角度来讲 这是一种错觉 但是中国这群精神病人 他们已经把这种思想 这种病态变成了常态 他们认为说 所有你认为表现 只要是成艺术形式 或者平面形式 或者音乐 或者什么样的形式 你只要展现出来 是中国人 都不是真实不好 是我们认为的 中国人不好的一面 你就是在羞辱我 所以这一二三步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你会发现 无往而不利 就用这三步来推导 中国很多网上这帮键盘侠 这帮五毛粉则右虫 他们的言论都可以用这三步来进行推导 就是首先他们先认定一个东西是不好的 其次这个不好的东西跟他们有共性 他们自己身上也具有 然后第三 别人把这表现出来 就是在羞辱他 一二三 你现在学会了吗 一二三 辱华三步曲 只要做到一二三 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辱作他们 好 那么说完这一点 我们想一想 回归真实 那么咪咪眼真的辱华吗 首先我们先抬出一位了 来看这位 没有人不认识吧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五圣 官公官二爷 他眼睛是不是咪咪眼 你告诉我 他是不是咪咪眼 他最标准咪咪眼了吧 对吧 咪咪眼 可是当时的中国古人 可没有现在这帮不孝的子孙 这些烂玩意儿 这么不要脸 也没有他们这么下三辆 人家古人怎么形容呢 卧蚕眉 单凤眼 你听听 卧蚕 像一条蚕眼握在那里 眉毛有时候人家随着情绪会动 你就感觉这个眉毛 你就画面感特别清晰 像一条蚕一样握在那里 然后眉毛还粗重 你看是不是官公那长相 对吧 单凤眼 你看过那鸟的眼睛 咪起来的时候 那一条缝 而且还很多时候就是说 形容这种雍容华贵 尤其是你想象有一些动物 比如说狐狸啊 或者一些猛兽啊 在这种午后的阳光下 酣睡的时候 半睡半醒 雍容典雅的 这种伸伸爪子 一眉眼 那一条缝 那种劲头 形容关羽 就是单凤眼 你觉得辱华吗 不辱华 所以所有说这个 眉眉眼是辱华的 请你们先去 去那个中国什么新华书店 把人家那个三国演义都买下来 然后把三国演义全给粉碎了 全给销毁了 为什么 辱华 中国人自己辱自己的华 关羽啊 丢人呐 去啊 怎么不去啊 舍不得点钱 你让他买书干点事 他们在网上嘴炮行 真花钱 舍不得 所以这是第一个 关羽 不是辱华吧 咱们说第二个 这位 来粉红 你们现在就把我这照片发到中国的微博上 你说 他的长相辱华 你敢说吧 他大小也算是个中国外腰部发言人吧 对吧 代表你们中国的门面 他是不是迷迷眼啊 他是不是辱华呀 你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外腰部请愿 把赵立坚换下来呀 嗯 敢吗 去啊 哎 你去外腰部门口 你去示威去 完了以后 你给我发个证明 证明啊 我看到了 我立马录视频给你们道歉 你牛逼 去啊 不敢去吗 怂得跟狗一样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我侮辱狗了 不敢去吗 所以说啊 还要更厉害的一位 我都不敢给大家正脸 你们看这个背影 这位似乎也是迷迷眼啊 我不敢说 说完了油管又那啥了 对吧 这也迷迷眼 敢吗 敢说个不字吗 所以说啊 说这么多 咱们就不用再去 对他们的冷嘲热讽了 说白了 这就叫做人种退化 什么意思 就是作为一个整体 人种的一部分 这些人失去了 作为自己 说白了 作为一个人 他基本的自信 我们坦白讲 说男人和女人 以前中国古代 我们说封建糟粕 封建糟粕怎么去评呢 叫狼财女貌 在封建糟粕里边说 男人靠才华 女人靠相貌 这个我们评它是糟粕 实际上 男人女人都应该靠才华 因为肉身只是我们的躯壳 真正的宝贵的是我们这个灵魂 所以我特别喜欢有一句歌词叫 有趣的灵魂总会相遇 这是个彩蛋 看看大家评论区里面你可以留言 这句话是哪个歌手 在哪首歌里边唱的 叫有趣的灵魂总会相遇 我估计可能没太多人会知道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小众歌手里面一句歌词 题外话题外话 对 有趣的灵魂 两个人相遇到最后一定是灵魂有趣 而不是长相 长相看到最后总会审美疲劳 一定要灵魂 所以这是一个作为一个人基本的素养 但是中国现在有这么相当大网上一批人 网上他们能掀起这么大浪来 就说明有相当的跟从者 那么这相当的跟从者 他们没有这个自信 他们就真的觉得刚好说的 这个辱华三部曲 一二三他们就真觉得自己眯眯眼 自己长得不好看 就是劣势 就是羞辱 你说说这帮人 如果让他们继续这么扩张下去的话 中华民族这个种 将来都会变成弱智的种 你说这问题严重不严重 那有观众朋友说 说专头你就是胡言乱语 你就是夸大其词 怎么就是这种退化了呢 不就是犯了点错吗 如果您觉得他只是犯点错 我觉得您还是思路正常的 但是您说不是退化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一个人的退化会形成一个问题 就是他把一个比较低的价值观 当成了常态化 我们比如说这样 高中低 或者是平常高水平低水平 那么所谓进化 那就是从平常 平时都是这样 那么变成我平常都是这个水平 那么你从这个level到这个层级 那么就是进化了 那反制亦然退化也是如此 对吗 那么好 中国现在以这种观念来进行的很多东西 他以为是常态化 换句话说 我们正常人的认知水平 这些人达得到吗 这些五毛 这些粉色的幼虫 他们达得到吗 他们每天趴在那个坑里边 趴在他们自己那个同温层的坑里边 享受了他们认为的那种美食大餐的时候 我们其他人看他们的生活是令人作呕的 对吗 正常人谁会喜欢他们喜欢这些东西 他们就喜欢 所以说他们已经把他们的人类的下限当成他们的常态化 而且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而且向全世界来输出 我记得早年间是BBC还是哪儿 做过了一个纪录片 就是请中国老师到英国的中学去教书去 教大家这个知识 结果简直是难以启齿 那个老师上教什么呀 教孩子们你们要学会服从 你们要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 父母永远是对的 你们要去适应父母 孩子直接忍不住他们下面喊 父母不可能永远是对的 还有我看着一个挺胖的女生 这种胖女生在中国可能在班上都会受嘲笑 你好胖啊什么的 但是人家胖女孩站起来说了 父母永远不一定是对的 我们不应该做成别人想象的样子 我们要做我们自己 这些女孩你能看得出来 从那个照片 我到时候看到孟家找的照片 从这个情况来看 人家女孩子非常坦荡 虽然人家挺胖的 比我都胖 但是人家一点没觉得说自己不好 人家说我很爱我自己 很健康 然后全班同学听他说完以后 啪给他鼓掌 掌声如雷 这说明什么 说明人家孩子长得健康 说明人家人种没问题 而且还在进步 还在进化 当然西方现在有时候 有个地方进化了有点过了 这个我们再暂时不谈 中国是什么 中国是退化 对不对 你这种情况 你说白了 那个中国老师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个节目最后 老师使了苦情绩 我好不容易 做苦 最后学生们就勉勉强强 把这个节目录下来 你勉勉强强把这个实验 教学实验完成 学生们最后 基于同情 配合了老师的这些教学方法 所以事实证明什么东西 事实证明中国的教育 就是世界的地板和地下板 而不是这个世界教育的天花板 一个国家的文明 说实在的对吧 说中国科技发达了 是啊 中国科技好发达 中国那次大飞机造好了没有 那个什么什么919是吧 造好了没有 除了这个空姐 还不一定是原装的以外 都是进口的 你告诉我是国产大飞机 是国产组装大飞机 是吧 包括中国的医院 你们去中国医院看看 中国医院的设备 哪个好点的医院的设备 不是90%以上是进口的 那些设备里边的技术 中国自己造不出来 全得是进口的 你不是厉害了吗 为什么人家国家 可以造出这些科技来 别老说 我领先我多少年 历史是公平的 为什么你造不出来 根源就在于 中国人始终把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太多 今天都说不完 很多问题他没刀清楚 所以坦白讲 这就是不同的层级 那么有人说 中国应该崛起了 我支持啊 没有人不希望 这个华人啊 或怎么样 某一个族群越过越好 但是你怎么过好 是你真实过好 还是你跟阿Q一样精神胜利 自己认为自己过好 这个差路很远的 你自己认为自己过好了 你就要精神病 你是活在你自己的幻想里边 而真实世界呢 你还是个失败者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谈的重点 中国的很多这些五毛粉的幼虫 他们已经不再是说 在自己那个坑里 不再满足于他们 在自己这个坑里边 去祸害自己了 而是他们已经觉得 自己掌握了真理 他们已经觉得自己太强大了 他们要把他们的价值观 强加给所有的中国人 他们要把他们价值观 强加给所有中国的下一代 那不好意思 那转头就得说两句了 对吧 这种行为是对整个民族的犯罪 不管执政的是不是中共 我说这是对整个民族的犯罪 所有长脑子的人 包括你中共 你自己都应该去抵制他们 而且今天我再给大家说一个 可能你们很多人 平时都没想到的 你们觉得中国现在政局 我们知道 不好是吧 很多人说中国开倒车 你们想一个问题 你说开倒车 老毛当年算不算开倒车 文革算不算开倒车 好 文革过去了 改革开放了 那你看文革和毛泽东时期 和改革开放时期 像不像一个轮回 倒车前进 倒车前进 它总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在中国实际上来说 文革的核心是什么 我们今天可能没办法太详细给大家讲 我们就跳着给大家讲一下 文革的核心是什么 你觉得真的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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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下重重重再教育什么什么到农村拱过天地去吗 不是 文革的核心是权力斗争 老毛发动文革是因为他觉得大权旁落了 他要把权抓回来 这些什么什么什么理念 炮打自立部 文文什么什么 带红卫兵 全部都是什么 工具 全部都是 说难听点 擦皮又致 他利用这些人把权力夺回来之后 你看红卫兵 很多红卫兵下场非常惨 全部赶到农村去 把你没有工作是吧 经历受损失了 没关系 我解决了 我成批量的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 你们没工作 去农村吧 所以那批人是时代的牺牲品 时代的牺牲品 而且最关键的是 老毛时期和后来的江湖时期 后面的邓老平时期 都是中国共产党当家 所以你说明什么问题 谁跟钱有仇啊 没有人跟钱有仇 区别在于 有钱的那个人是不是我 你明白吗 所以中国政府 他们现在 哪怕现在搞这种各种运动 和即将要来的文革2.0 他搞完之后 我告诉你 等这个权力 不管是习近平还是谁 等他们这个利益集团 把权力抓到手以后 有钱的变成他之后 有权的变成他之后 他还要再搞改革开放 我告诉你 只不过到时候再换一个由头 再搞一个 可能到时执行的是另一个领导人 或者是这个现在领导人的这个子嗣 不管哪一个 反正到时候又换另一个人的时候 谁跟钱有仇啊 他还是要高改开放 还是要跟世界连接 那么今天在网上闹 特别换的这帮五毛和粉色幼虫们 将会成为新一代的擦皮油脂 成为新一代的牺牲品 他们会继续被扫进历史的大地堆 并且继承吸收 来自于社会这些正常人士 被压抑许久的正常人士的这些情绪 情绪的宣泄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我今天 我对他们很不屑就这个道理 他们就是 如果稍微读点书 稍微读懂一点历史 就应该能看懂这种 而且就应该跳出来 就不要掺和进去 但是这些人不懂 这些人不懂 咱们今天说去掏心波的话 今天你能看到我视频 你是翻墙出来看到我视频的 我的视频 我是从来不在国内发的 你能翻墙出来看到我视频 不管你是挺共的 你还是挺共的 你就已经比中国 那剩下80% 90%不翻墙的人 强的多的多了 哪怕你立场不一样 你想呼吸自如世界的空气 想呼吸正常的新闻 你想关注这些东西 不管你的立场如何 你至少比那些 不关注的人要强 那些不关注的人 他们接受的信息 已经在潜移默化的改变它 帮助他们把人种进行退化 所以这个才是最可怕 也是最关键的点 所以说30年河东 30年河西 观众朋友们 在历史的大潮面前 我们个人的这种力量也好 个人的这种观点也好 其实非常微小的 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 还是我们节目一贯以来的观点 我们要了解政治 我们要读懂政治 但是我们绝不要参与政治 我们只有基于站在这个位置上 站在这个角度上 我们才能保证 我们始终尽可能的站在岸上 不管它是河东河西 不管它河水怎样改道 我们站在岸上 你真的踏进那一步 什么看着什么公务员 体制内看着好 你别高兴的太早 你踏入体系 你得了体系的力 你就要吃体系的亏 它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有的人很自豪 我公务员 如果你看不清这个时势的话 你顺着这个潮流的水走 终有一天 你会上不了岸 只有普通老百姓 在这种时局大的动荡情况下 虽然看起来吃亏 虽然看起来没占到便宜 但其实它不下水 它就已经是最大的便宜了 这是我跟大家说的肺腑之言 不信你等十年后再来看 好不好 我这个预言 不是一两年就能体现出来的 十年后你再回来 如果那时候油管还在的话 你再回来 如果能看到我这些视频的话 你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好了 今天关于这个咪咪眼的事情 咱们就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大家有什么观点看法 千万别忘了 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包括我提那个彩蛋 看多少人能猜得出来 咱们增加一点简单的小趣味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